亲爱的同学们 尊敬的老师们 大家上午好 很高兴能够作为教师代表在清华大学2020年级研究生开学典礼上发言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清华大学的全体教师 向2020年级研究生同学表示热烈的欢迎 初秋的清华园也因为你们的到来而重新充满了勃勃生机 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改变了我们所有人的日常 疫情给大家的学习和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 但并不能阻挡你们从五湖四海来到清华的脚步 虽然此刻大家都戴着口罩 看不清彼此的脸庞 但通过大家的眼神 我能真切感受到同学们对研究生生活的期盼和笃定拼搏的斗志 2020年也是我们所有人鸣心俱力 共克十阶的一年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我和实验室的研究生同学利用过去积累的经验 快速投入到抗疫科研公关工作中 在过去半年多的工作中 我也无时无刻不被身边的老师和同学所感动 他们中有位将清华旗帜插在新冠病毒研究领地 带领团队攻坚拔战与时间赛跑的老师 也为保证科研任务默默付出 随时待命的校级平台工作人员 还有放弃春节休假 潜心科研公关的研究生同学 他们用实际举动诠释了清华大学 行圣预言的校风 清华精盛在他们社上得到了最好的诠释 在不远的将来 作为清华人的你们也将从生生学子成长为动良之才 清华精盛也将因为你们而被赋予更深刻的内涵 借此机会 我想结合自己的学习经历和工作经验 与大家分享一些研究生期间的学习和生活的心得 供大家参考 第一点 希望你们能后置家国情怀 自古以来 无论是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任担当 还是人生自古 谁无死 留许担心赵汉清的赤胆忠诚 都说明家国情怀早已沉淀为中华儿女的内在品格 滋养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 疫情之下 这一份家国情怀的责任与担当 成为凝聚全国人民 众志成城 共克时间的伟大力量 也正是这一份家国情怀的责任和担当 激励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前赴后继 不懈奋斗 一百多年里 清华大学培养了大批学术大师 心业英才 治国人才 他们抱着我愿以生许国的信念 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我们后辈清华人树立了光辉榜样 同学们完成学业后都是国家急需的高层次人才和发展的生力军 以前辈清华人为榜样 为国奉献 是新时代赋予你们的使命担当 在攻读研究生的这几年宝贵时间里 希望同学们潜心学习和研究 但也绝不要两耳不闻窗外事 而应该坚守服务国家的初心和使命 努力承担新时代赋予的自主创新 科教新国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 将自身发展融入时代发展 在涵养家国情怀 砥砺奋进中描绘亮丽的青春底色 第二点 希望你们能秉持实事求是 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 打好做学问的基础 华洛根先生说过 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 搞科学研究工作 就要采取老老实实实事求是的态度 不能有半点虚假浮夸 一个人在科学研究和其他工作上进步的快慢 往往和他的基础有关 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和训练 将为大家未来开展独立工作打下基础 是走好今后道路的第一步 我在中科院生活理所读研究生期间 导师是梁总裁院士和常文润院士 具体学习和研究的是 咱们是经济学方向 梁先生的每个学生都要利用业余时间 自学梁先生的著作 X线经济学基础 然后参加他亲自命题的考试 我在大学是学生物的 从来没有学过X线演射 又是自学 一开始难度确实大 但我咬牙挺了下来 最后考出了当时 所有梁先生指导过的研究生的最高分 在斯坦福大学做博士后期间 第一天到实验室工作 我的博士后导师就马上让我进行 单位置结构的调整修正工作 实际上他是在考验我 凭着在读博期间打下的基础 这些对我来说都不是问题 博士后导师也对我另眼相看 将实验室一套 搁置了几年的数据给了我 我也很快将白细胞结素2 与受体结构解析完成 攻克了另一类 长期希望解决的问题 同学们选择清华 继续研究生生造 表明大家都是已完成学业的佼佼者 也反映了大家积极向上 渴望更大成功的强烈意愿 在这段时间里 树立一个较高的学习和工作目标 勇于探索 敢于挑战 同时脚踏实地 扎实工作 打好基础 是取得成功的关键 希望大家发扬清华大学 严谨勤奋 求识创新的优良学风 将实事求识的精神 和科学严谨的态度 融造科研学习的各个方面 并在其中探索处一条 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第三点 希望你们能拥有强大的心灵能量 心态阳光 有直面压力挑战的勇气和力量 研究生阶段 专业学习的压力 科学研究的困惑 成长发展的不确定性 都会使大家将会面对的挑战 因此阳光的心态 显得尤为重要 长期以来 学校一直秉持 体魄与人格病重和无体育 不轻化的传统 我建议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 同学们可以培养一个积极健康的爱好 坚持一项体育运动 这些都是保持良好心态的有效方法 在压力环境下 尝试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多去思考困难可能带来的成长 与蜕变 在秉持初心的同时 用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压力和挑战 虽然最终可能你们无法达到 原来设想的目标 但严肃的汗水一积累 也会使人终生受益 同学们 天行见兮 当之自强 时不待兮 虚兮韶刚 请大家从现在开始 乘风破浪 勇往直前 用你们的精彩人生 书写清华新篇章 最后 祝你们在清华快乐学习 幸福生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